记者1月12日下午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截至目前,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共使用进口特许药蟹品种首例突破50例 来自全国各地的253名患者得到国际先进药蟹的治疗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于2013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 在前沿的医疗技术研究、境外医师注册、境外资本准入等方面 享受特殊优惠政策 发布会上乐城先行区管理局局长顾刚介绍 2019年8月以前,乐城先行区总共创造了14个全国首例 仅过5个多月,特许药蟹品种便增加37例 8月份以前我们用了两年的时间实现了14个首例 8月份以后我们用了仅仅5个月累计达到了50个首例 增速达到11倍 在用量上也实现了很大的发展 特别是在人工耳窝和人工角膜领域里取得了巨大的突破 仅2019年使用耳窝的患者达到了66例 各类人工角膜、激光飞秒和拱膜镜的患者达到了90多例 同时还有更多的特许药蟹在我们的预备审计过程中 我们现在目前已经突出了我们的掩饰光、心血管、医美、耳鼻喉、骨科等科室 将成为全中国解决部分病痛的医疗旅游目的地 顾刚表示 乐城先行区使用的进口药蟹于国外上市的时间差大幅缩短 近期使用的心脏收缩力调节器、美容注射凝胶 在欧美仅上市不到半年 便在乐城先行区率先使用 下一步将加大宣传与推广力度 让更多患者了解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了解特许药蟹的使用 主动前来就医 发布会上还介绍了先行区极简审批改革的相关情况 海南省卫健委成立专门的产业管理局 专门负责审批乐城所有医药审批事项 海口海关创新提出先入仓后检验的监管模式 允许药蟹先批量审批入仓 再分批和销出仓 将过去的患者等药改变为药等患者 海南省药监局主动提前对药蟹申报材料进行把关审核 提前指导厂商和代理机构完善审批资料 提高审批通过效率 如今先行区进口药卸审批大幅压缩至1至3个工作日